今天我们要学习一篇新的课文 大家读读课题 真理诞生于一百个问号之后 题目比较长 你注意了该怎么停顿吗 和老师一起再读一遍 真理诞生于一百个问号之后 真理你认为什么是真理 真理就是真实的道理 是符合实际的正确的道理 看到这个课题 你的脑海里产生了哪些问号呢 你是不是想问一百个问号是什么意思 一百个是指具体的数量吗 真理一定会诞生于一百个问号之后吗 是不是所有的真理都是诞生于一百个问号之后呢 或许你的脑海里还有其他的疑问 就让我们带着这些问题开始今天的学习吧 这篇文章的作者是著名作家叶永烈 让我们通过一段视频来了解他 正是因为看了您这套书 我现在才敢主持挑战不可能啊 加油向未来啊 尤其主持开讲 他就是十万个为什么的主要作者之一 著名作家叶永烈 十万个为什么第一版 总共是九百多个为什么 我一个人写了三百多 他的作品影响了几代人 在无数孩子的心里埋下了科学的种子 我把写作呢 看成凝固的时间 凝固的生命 一个人只有好奇心 这才可以不断地追求 问为什么 把一个问号拉直 变成精大号 那你就是一个科学的发现者 正像刚刚视频中介绍的 叶永烈先生写了许多 像十万个为什么 小灵通漫游未来 这样的科普作品 普及科学知识 宣扬科学精神 在无数孩子的心里 买下了科学的种子 我相信同学们 学习了这篇课文之后 也定会有所启发 让我们一起走进课文 请同学们自由读课文 读准字音 读通句子 遇到不理解的词语 可以运用工具书 或联系上校文 理解意思 开始读书吧 跟雨 语 绝帖文 鸢 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老师来读一遍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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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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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相传这个成语的来历 与唐代著名诗人刘雨昕有关 感兴趣的同学 课后可以去找一找这个故事 再看追跟求源这个词 你发现这个词语有什么特点吗 对 在这个词中有两组敬意词 追和求都表示追溯的意思 而跟和源都表示根源的意思 追跟求源的意思就是 追溯事物发生的根源 下一个词 无读有偶 这个词在文中单独成句 记住工具书 我们知道它的意思是 虽然罕见 但是不止一个 还有一个可以成对 连续上下文 我们知道 在文中是指 波伊尔指成史瑞士指的事 虽然罕见 但偏偏有一件事 跟它很相似 那就是 卫格纳提出大陆飘移说的事 建微之助出现在这句话中 大家先读一读 建微之助这个词 微和助意思相反 这个词的意思是 见到一点苗头 就能知道它的发展趋向 或问题的实质 比喻 小中见大 以小见大 在学习课文的时候 我们还可以进一步 根据课文内容 去理解它的意思 最后一个词 大家读读句子 切而不舍这个词 词语意思是说 雕刻一件东西 一直刻下去不放手 形容有恒心 有毅力 理解了这些词语的意思 我们就更容易 理解课文内容了 接下来 我们看看 本课要写的生字 请大家仔细观察 怎样才能把这些生字 写好呢 我们一起来写几个字吧 玉字左窄右宽 注意右边的斜高 要舒展 下面的一撇 不能忘 谱字全包围结构 国字框 要大小适中 里面的斧字 几个短横 要匀称 蕊字笔画较多 三个心 组合要紧凑 特别要注意 点的位置 位置要左右一样宽 左下方的女字 注意避让 右边 轨字最后的 撇折点 不要漏了 搜字提手旁 注意右边的笔顺 上下部分要匀称 读过课文之后 同学们知道 作者的观点是什么吗 对 课文的题目 就是作者的观点 课文在第一个字眼段 就提出了观点 真理诞生于 一百个问号之后 那这个观点 是什么意思 请同学们 再次走进课文 画出文中 能解释说明 这个观点的句子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有答案了吗 我相信很多同学 都找到了第二字眼段 我们一起来读一读吧 纵观千百年来的 科学技术发展史 那些在科学领域 有所建树的人 都善于从细微的 司空见惯的现象中 发现问题 不断发问 不断解决疑问 追根求人 最后把问号拉直 变成感叹号 找到真理 这里的问号和感叹号 分别指什么 是的 问号表示发现的问题 感叹号表示 找到的真理 真理的诞生 就是把问号 就是把问号拉直 变成感叹号的过程 那作者 为什么用这两个标点符号 来表达呢 同学们 标点符号 本身就是有内涵 有感情的 有的时候 有的时候 一个标点 胜过千言万语 作者用问号表示 发现的问题 用感叹号表示 找到的真理 真是再恰当不过了 而且你看 把问号拉直 可不就是感叹号吗 真是太生动 太形象了 让我们一下子就记住了 真理诞生于一百个问号之后 这个观点的意思 当然 这里的一百个 不是真的一百个 而是虚指 表示很多个 让我们一起再来读读 这句话吧 纵观千百年来的科学技术发展史 那些在科学领域有所建树的人 都善于从细微的 司空见惯的现象中 发现问题 不断发问 不断解决疑问 追根求然 最后把问号拉直 变成感叹号 找到真理 其实文中还有一句话 也能解释课题的意思 你找到了吗 对的 在第六自然段 为什么说 这句话也能解释课题的意思呢 我们与第二段 对照着读读 第二自然段说 那些在科学领域有所建树的人 都善于从细微的 司空见惯的现象中 发现问题 这不就是 见微之助吗 再看 不断发问 对应 善于发问 不断解决疑问 追根求原 意思不就是 不断探索吗 而 最后把问号拉直 变成感叹号 找到真理 和第六段的 当你解决了若干个问号之后 就有可能发现真理 意思 也是一致的 由此 我们可以看出 作者把观点阐述得很清楚 他认为 发现真理的过程 就是从 见微之助 到 善于发问 通过不断探索 最终 发现真理 两段话表达的 都是这个意思 不过 这两段话 表达的意思 虽然相似 但在表达方式上 却不同 第二自然段 表达的 更具体 形象 特别是 把问号拉直 变成感叹号这句话 特别生动形象 第六自然段的表达 就更简洁 概括了 都是阐述观点 作者为什么要用 这样不同的 表达方式呢 如果你暂时没有答案 那老师提醒大家 关注一下这两段话 在文中所处的位置 这会明白了吧 第二自然段 处于文章的开头部分 它的作用是 对提出的观点 做出明确的阐述 所以需要表达的具体一些 而第六自然段 处于文章的结尾部分 它的作用是 总结观点 所以 作者用几个四字词语 做了简洁的概括 既与前文不重复 又再次重申了观点 细心的同学还会发现 在文章的第七段 再次出现了 建为支柱 善于发问 不断探索这几个词语 作者对自己的论述 做了进一步的强调与补充 整篇文章就更加严密 完整了 一目了然 文章在开头部分 提出了观点 结尾部分又总结了观点 那文章的中间部分 就是在论证观点 提出观点 论证观点 总结观点 文章的结构十分严正 那么在中间论证观点的部分 作者为了证明自己的观点 列举了哪几个事例呢 同学们能够快速概括出来吗 老师给大家一个小提示 你们只要抓住谁取得了什么成果 就很快能概括出来了 试一试吧 感谢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不是很快就有答案了 每个事例分别是谁取得了什么成果呢 我们来看第一个事例 我们来看第一个事例是谁取得了什么成果 波伊尔 指成了石蕊式纸 第二个事例呢 魏格纳通过观察地图提出了大陆飘移学说 并出版了海陆的起源一书 第三个事例 阿瑟林斯基发现脑电波的变化与做梦有关 作者就是通过这三个事例来证明自己的观点的 这样概括是不是又简洁又快呢 同学们再看 这三个事例是怎样连接的 赶紧找一找 一眼就找到了吧 是用无读有偶 更有趣的是 这两个语句加以过度的 除了成上启下 这两个过度语句还有什么作用呢 无读有偶 更有趣的是 这说明什么 对 说明这三个事例是很相似的 这样一连接 三个原本独立的事例 就成了一个有机的整体 更有说服力了 同学们 文章的结构脉络